好久不见的一人汪建民 被发现罹患了肺腺癌之后就鲜少露面 那医师说其实肺腺癌初期症状 很容易被误认识感冒 务必要留意 继续时间交给佩玉 一人汪建民传出离癌的消息 检查结果出炉 他罹患了肺腺癌第四期 受访的时候他就曾经透露了自己不咽不久 去年10月的时候出现了背部剧烈疼痛 检查出发现了肺部有恶性的肿瘤 这个癌细胞也是从他的右肺扩散到颈椎还有脑部 那么从去年12月开始入院开刀之后 他也经历了9次的化疗 还有超过60次的电疗 严重的时候头发还是全部掉光 吃饭也没有味道 甚至他的体重是从89公斤降到了77公斤 但是他为了生活还是强称工作继续直播 其实肺癌已经是连续12年 高居台湾的十大癌症死因之首 尤其肺癌早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不容易察觉 所以检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就连上是前副总统陈建仁 他在2015年的时候在中研院的院士建议下面 经过了电脑断层检查 竟然发现肺部有两个结节 而且他的右下肺结节有变化 并令检查出来是1A期的肺腺癌 曾经人及早发现接受手术治疗后就痊愈了 另外台北慈悸医院的医师他就有表示了 肺腺癌初期的状况他其实并不明显了 所以常常会被误认为是感冒 所以因此有七成五的病患发现时已经是第四期了 而根据统计肺腺癌在一起治疗的时候 五年内的存活率有90% 但是晚期治疗五年的存活率只有10% 而过去总统赖清德就有曾经宣布要成立了 三大任务型的编组委员会 其中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 将在今年8月底的时候召开首次会议 而现阵段的委员会初期的目标将会拼降低的 癌症死亡率 顾时胺还有五大癌症的筛检 而这五大癌症包含肺癌 乳癌 大肠直肠癌 摄物腺癌 还有胃癌这五种 而且这些区间的年龄也会有所调整 未来也会有更多项目的中小型计划